欢迎收听黄大米哈拉王 我是黄大米 如果假设今天我的访谈来宾口才非常好 我会有一种觉得 哇 今天中了乐透的感觉 然后假设我的来宾 他的谈吐内容 是可以让我百分百放心 那今天就是中了超级大乐透 那我今天就有中那种超级大乐透的感觉 我今天的来宾是 好序列好哥 好哥好 嗨 大米好 我是好序列好哥 刚刚大米说这段实在让我这个 受宠若惊就太开心了 其实我这个仰慕大米非常久了 所以今天有机会接受你的访谈 跟你一起共学超级开心 真的 我要先跟大家说 你们待会访谈听完我这个之后呢 然后记得去搜寻好哥所有的节目 你会发现我的妈 这个人怎么口才可以这么好 谈吐这么优雅 金句连发 让你笔记做不完 然后你人生会突然有一种 顿悟的感觉 真的 真的真的 受宠若惊受宠若惊感恩看 但是我一开始我想要偷来 因为好哥的资历其实非常丰富 那坦白说 我们人生当中 每次我喜欢找的访谈的对象 都是人生有一些转折跟反差 对那我们先听听看好哥的资历多厉害的丰功伟业 不敢不敢 其实那米刚这样讲我上次大概三四个月前 也有一个小老弟我非常喜欢他 他是一个连续创业家 然后每次在听他创业过程当中 其实创业基本上都起起伏伏嘛 所以他都会把这些起起伏伏方式 就是过程跟我讲 他有一天特别找我喝咖啡的 好哥每次听别人在问你的时候 都觉得你好像过得很顺很爽 难不成你就没有跌倒过吗 我说什么叫做很顺很爽 别人没有问我跌倒的东西 我怎么去跟他讲 怎么会今天一找你过来分享 就说你有哪些跌倒经验 从头到头跟我分享 那我就会说了 其实我大概工作的经验非常简单 就是私家公司 但打工的经验非常多 其实第一份工作的话就在台积电 当时的话因为我自己家住新竹 然后想要回家陪妈妈 我刚才知道 我跟大米其实都在政大待过 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念清华 所以从清华又到政大台北念书 又回到台积电 其实某种程度上面有回家的感觉 所以四家公司 第一家台积电 第二家利金半导体 然后后来因缘际会就到了淡马席去 这个很跳通 就从制造业跳到金融业去了 然后这家公司在淡马席 我待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也是让我有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去看到全中国大陆各不同的样貌 因为毕竟以前在台积电 也曾经在上海过 上海那时候待了将近快两年的时间 是在一个住点 可是因为到了淡马席之后 我是要做小微金融 就是一些个体工商户 然后中小企业 所以跑了那时候 大概将近140多个城市 我去找三线城市 然后跑着跑着我就看到 原来光一个中国大陆 其实你不能把它一体视之 它有各种不同的样貌 后来待了将近五年多的时间 因为身体的关系 又想要回家陪伴家人 所以我在2012年的时候就回来了 然后回来之后 本来想做家庭主妇的 待会可以聊一下 后来因为实在压力太大了 因为无事可做 其实压力很大 后来别人说 好哥 你要不要当我们创投的合伙人 所以我在2012年的时候 到去年一共做了11年 这大压创投的合伙人 这是四家 虽然是好哥正式的工作经历 但是因为我父亲 在我13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所以那时候 虽然读书很重要 但赚钱这件事情 我非常渴望 超级爱赚钱 为什么呢 因为我那时候看我妈妈 从一个家庭主妇 然后领了爸爸的抚恤金 压力还是很大 要带三个小孩 我妈那时候 我现在算一算他才36岁 就收寡了 然后小孩一个国二 然后两个小学 我现在想想都觉得 哇真不简单 所以大概从高中到大学 我就一路都是算是半工半读 然后拼命去赚钱 所以那个时候 我算了一下 包含当家教 然后后来助唱 然后去电台做打杂 然后做声优 然后后来又去做直销 就是该干 就是可以赚钱 我都去赚 所以这个就是说 就我个人而言的话 除了四个主要的工作资历之外 另外就是打工的经验 还算蛮多的 最近的话 12年来虽然是在创投 但是因为创投 他本身工作的时间比较弹性 再加上可以看到 非常多各种不同样貌的公司 所以就认识了非常多的创业家 也因缘际会 后来结识了知识内容产业 里面蛮知名的大大学院 然后因为跟他就是关系很好 所以那时候跟好哥讲说 好哥要不要过来帮我们 这个录个线上课程 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才跟这个线上课程 然后出版了 接下来布局的支援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一个 算是过去这个资历的 简单介绍 其实听起来会让人非常羡慕 就是包含你跨产业的时候 然后因为一般都会觉得跨产业很难 但是感觉上你跨产业跨的简直像 跟喝开水一样容易 那我就想问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 就是如果别人问你失败 那你才会谈失败 那你那时候是从制造业 跳到金融业 跳到金融业的时候 你怎么有这个本事 你是先踏入哪一块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听众 他都比如说在自己原本的产业 都已经觉得前途无光了 他也可能想要去其他产业 那你是怎么样飘过去的 说得真好 怎么样飘过去 这件事情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 后来我也跟身旁周遭的人说 你没有办法去规划未来 你没有办法去规划未来 甚至你没有办法想清楚 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在政大那时候上课 曾经在上组织管理 还有人力资源管理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特别跟我们讲说 职业规划 就讲了非常多 未来要怎么去计划 他讲的就是大家都热血喷张 我们凶恶同学举手了 老师 你讲的这么样义愤甜言 不是义愤甜言 就是非常血脉喷张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你自己怎么做职业规划的 我们以为他说很多大道理 你知道 他没有 他就说真是不好意思 我跟你们上这么多课 其实我自己没有做职业规划 我觉得老师很老实 对 然后我们就懵了 我说老师 你教我们做职业规划 教我们做人力资源管理 你自己没有职业规划 那你怎么想呢 他说我觉得没有办法规划 我最重要的关键 只不过在当下做好我的工作 然后当别人 要求我做任何工作的时候 我就尽量去接受 他说我没有办法去选择一个 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 然后跟自己讲说 他到底好或不好 所以他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有点呼应我 年纪稍微大一点 看了阿甘正传 阿甘正传不是个桥段 阿甘坐在板凳上面 然后吃着巧克力 然后他把巧克力 给隔壁路人甲吃的时候 路人甲拒绝了 然后阿甘就说了 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 非常重要的名言 因为巧克力是他妈帮他准备的 他就说 我妈说人生就像巧克力 如果你没有尝试的话 你永远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所以当我听到他那样子讲的时候 其实我包含后来到正大器人 我有一个学长也告诉我 说360行哪一行最好 他说跟对人这行最好 他说所以你不要执着在哪个产业 你真正要持续不断的去换一些 你可以学习的样貌跟典范 学他们在职场上面的样子 所以后来我到台积电 很多人说就是一家公司 我说不是 我记得我那时候算算台积电 因为开始做专案经理 我刚包含我的直属主管 跟平行汇报的主管 我在那将近台积电七八年间 我算了一下 就是直接会打我考机 或给我comment主管 超过30个以上 蛮多的 非常多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每一个老板 你都会看到一些样貌的时候 其实或多或少 你都可以在他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包含那时候我去大陆 我本来在工业工程 很多人说好像根本不是学财务的 我一开始进台积电的时候 其实财务没有缺 他们说财务的人 我那时候是清大工业工程 可是到了正大的时候 我是念财务 所以本来想说到台积电的时候 身为正大器人 刚毕业 想要去申请财务 结果那时候财务 基本上都是国外海归派回来 但我想留在新竹 所以运气很好 遇到了一个台积电的制造部的经历 他跟我聊完之后说 许恋 我觉得你先来我们制造部待一待 然后我把你推荐去工业工程 至少你针对我们的生产上面很理解的话 你再去工业工程 制造怎么去做规划跟预算 跟所有比较大局观的规划的时候 你会比较感觉 所以我很感谢他 所以我事实上先到制造部里面 待了将近半年多的时间 去了解整个生产制造过程 跟光照管理 后来又到了IE工业工程 去管资本支出 产能规划跟成本 还包含后来说 公司里面重要的一些流程管理 然后后来有一次老板说 你要不要去大陆 我说好 我去 然后那时候是财务部在主导 他就把我调到财务部去 到了财务部去之后 我就变成财务经理了 财务经理的时候 我管会计要管财务 然后监管IE 又监管一些生产管理 后来更有趣的是 那时候我们要在大陆时候 去谈一些谈判跟租税减免 然后法务的经理跟我关系很好 但他没有办法过去 那时候我是一个算是先前部队 他说续连 我跟你讲一些 怎么去谈判的技巧 你帮我去谈 我说好 行 所以就是这样子 就是大家交给我去做 交给我去做 所以后来 从台积电到立金半导体的时候 这个转职也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开心 其实那时候是减薪的 薪水是减的 可是他的职位是总经理特助 而他其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一个是帮台积电做代工 台积电我很熟 第二个是去做移转谈判 技术移转谈判 要从日本把技术研判过来 另外要成立合资公司 我想这所有东西我都没有经历过 所以进去历经半导体 这五年 我从历经半导体 后来成立合资公司 在合资公司担任IE工艺工程 担任生产管理的head 还担任sales的head 还担任从日本跟台湾之间的联络窗口 所以那一段期间 等于从台湾又到国际 这个视野基本上又打开了 所以后来有一天 我在历经半导体的时候 突然我的研究所 增大器人同班同学 就过来找我 说许点 我们在银行做了这么久 然后他从花旗银行到大马戏去的 他说我们想要去做小微金融 然后我们老板说 做小微金融 不能只看信用风险 还要理解所有的流程 你在制造业这么久 我老板说 想要找一个制造业人 帮我物色一下 我说行 给我讲一下条件 他说因为我们在大陆 所以你帮我找一个 有大陆经验的人 然后又理解财务 然后最好对流程跟生产管理 要非常熟悉 他还有一些谈判的资历 然后最好 基本上他还有国际的视野 我说兄弟 你就直接说你要找我就好了 干嘛 还有鬼魂而抹角 铺哽铺很久 所以我说 其实就是凡人生走过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所以很多人说 这好关系是怎么这样子转换 我说你可以说是缘分 你也可以说是努力来的 但是如果没有努力来的 这缘分也不会到 所以即使回过头来 后来我都跟很多人讲 这所有的过程又回到 我在正大器人的时候碰到老师说的 其实你做好好认真 做好当下 你是没有办法想清楚的 尤其后来我看了一本书 我非常喜欢 这是大陆一个简体版的书 他的能力陷阱 他里面就有一段话 他说 如果你在这辈子当中 做任何事情想做 你就去做吧 你千万不要别人讲你想清楚 你就想清楚 因为你是想不清楚的 讲得真好 然后他后面写了两句话 他说因为你没有办法 用你过去有限的能力 去想清楚你未来无穷的潜力 我一看完之后就觉得有道理 因为现在或过去不代表未来 说的未来基本上从现在开始 所以后来我也就是跟我身旁周遭的朋友 每次他在换工作或转职的时候 我说好哥 我都不知道这工作好不好 我该不该换 我说换 他好哥 你不知道好不好怎么换 我说你不换 你怎么知道好不好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逻辑 我说你不换 你怎么知道好不好 你想想不出来 想都是问题 做才是答案 当然这时候会有些好朋友就说 你不能这样劝告人家 如果到时候真的不好怎么办 我说不好再换回来 他说换不回来怎么办 我换不回来再换其他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 你基本上换过去之后一定不好 那如果很好怎么办 对不对 如果位置被别人占走怎么办 我说人生坦白讲 就是一直持续不断选择的过程 如果你没有很多选择的话 你是没有好选择的 所以这些选择 基本上都变成资历时候 你才有机会在过程当中告诉别人说 我曾经有这样的选择 它不是个好选择 但是因为有不好的选择 你才知道下次选择来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做 这个是一个对我个人而言还蛮大的一个 也不是当时就是后见之明 你现在想 其实我当初完全是因为很恐慌 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所以别人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是说我很厉害 所以一定要做很多事情 只是我很渴望赚钱的过程当中 哪里有钱哪里赚 所以做着做着 我就想说要把自己变强壮一点 结果后见之明发现 原来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你在走每一步的过程当中 都给自己留下一些经验的刻痕 我觉得郝哥你很厉害是在于说 你谈的是职业 但是其实你的核心观念是比较哲学的 对你谈的是概念 而且是一种只看前面 然后勇于去尝试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郝哥如果有一天你不做现在的工作啊 你去开庙啊 你的信众应该会非常得多 就是会感觉有一种 有信仰的感觉 对有大师来开示的感觉 然后发喜重满 你讲这个东西我还真的也就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后来发觉现在我看的一些东西啊 我觉得本质上面是一样 包含我喜欢这个《生人心态的结谢地》 然后他写这个《生人心态》 因为他去当和尚嘛 那本书好看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会有不同角色 还包含最近我也说了一本书 《当富豪遇上僧侣》 对我知道 还有另外一个我几乎是每天看他的 我一看他就发喜充满 我是天主教徒 但是我就很喜欢看这些智者的东西 就是萨古鲁 其实我觉得底层逻辑如果抓到的时候 你会比较容易心中有平安 没错因为我觉得他们大部分的时候 是在那个你的人生的问题当中 他是跳不同的维度 对 或是用不同的观点去告诉你说 如果你往这样看就变得不一样 对 可是我要走回一个比较务实的 就是说因为好哥你也提到嘛 你小时候穷嘛 然后很喜欢赚钱嘛 可是你刚刚又提到说在历经的时候 其实你是降薪过去 我想请问一下 你为了什么愿意降薪 因为其实很多上班族是不愿意降薪水去跳槽的 第一个会觉得我原本的生活品质 我本来的房贷车贷一定就是每个月固定的开支 我这样过去之后我手头紧啊 第二个就是我没有面子啊 我跳槽我就是为了加薪 我今天降薪过去 就算我不告诉别人 我心里就过不去 过不去啊 我觉得公司把我看扁了 还有我人生拼搏了半身 到最后被降薪我怎么了 你怎么你当时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实在太好了 其实我当初过去的时候 我并没有说啊基本上降薪啊 就自己好像就是觉得有很大的坎 因为第一个虽然是降薪 但是我位阶是往上跑的 就是位置是往上跑的 好这第一个 好那为什么愿意降薪呢 其实当初想法很简单 因为我自己每一年都会看我自己的履历表 甚至我以前老婆都说 你很奇怪你每年都去面 我每年都去面试 为什么 为什么这很重要 很重要 我跟这个大米跟所有这个听众聊一下 我当时要面试也是我一个学长跟我讲的 他说你要让自己的价值持续不断提升 那时候我就问他说怎么样让自己 接下来有加薪的本事 我说我不是sales 对不对 我不是sales的话 我不能靠这个叫做一翻两瞪眼 我自己赚多少钱 通常我们是幕僚单位嘛 然后我那个在当下签了学长 你跟我讲说 你可以把自己丢到市场上 看你值多少钱啊 没错 他就这么简单 他说何况你知道吗 他就告诉我 面试基本上需要技巧的 很多人满腹经纶说不出来没用 你面试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让市场去估量你到底多少价值 你不要自满于你多少价值 第二个你要知道 就在那短短的面试期间 你有没有办法把自己给卖出去 就是我们常讲说自我介绍西洋道理 所以后来我还蛮乖的 我虽然看起来就很聪明 但是有时候傻傻的 我觉得这个傻傻的有时候蛮好 就别人叫我做什么 如果说觉得无伤大也好 我就去做 所以你就一直丢履历表 我每一年基本上都至少让我自己规定 要面试三到四次 就是不同的公司至少面试三到四次 而且我都不会严就丢到104上 那时候是104还没有111 就丢在上面 就说我这个公司老板 看你丢104 我说老板我要去看看我自己 只是几经几两重 如果说我能力如果持续不断提升 又符合市场价值的话 对你而言不是也是件好事光荣的事情吗 我老板说你少胡说八道 你就想跳槽 你还给我讲那么好听 我说不是想跳槽 我想真的看一下 我到底符不符合市场的价值 不过老板基本上对我 他说你去试试看 回来就跟我们分享一下 所以后来 那你知道 包含我自己开始有属下的时候 我的属下每一年 我都帮他改履历表 我规定他们一定要去面试 好酷 对我规定他们去面试 我说这对你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他们说为什么 我说很简单 如果当每一年 我在跟你做年度考核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帮你加薪大多少 不管加多少 你哪有一个比较的基准 但如果你今天出去之后 我现在目前公司给你5万 你一出去就回来告诉我说 好哥 我觉得公司给我5万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公司冷气还蛮冷的 人缘还蛮足 我就知道出去给你的薪水 一定比5万来的低 对不对 你就好好这边干就对了 不用在那边想都想些 但如果你回来告诉我说 好哥 我这边5万 可是别人给我8万 我说为什么别人给你8万 那么告诉我 他看中你什么价值 至少在公司内部 如果我可以帮你争取到8万的话 我会比较基准 你是个人才 但如果你没有办法 在公司内部提升到8万的话 你自己有个选择 你要去要留 我们通常人最怕自己没有给自己的选择权 而完全依赖到别人身上 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课题分离 公司有公司的内规 公司的叫做组织文化 但是你有自己的志向 就是你可以控制 你可以控制的 你要放下 你不能控制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觉得学长跟我讲这段话的时候 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回过头来 再问说 那为什么我愿意降薪呢 很有趣 我降的是年薪 但是我的月薪是往上增加的 那年薪我不能去比较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那时候股票 所以年薪自然比较高 我记得那时候算了一下 我第一年将近降了40% 很多 很多 连旁边的柱子看着都摇头很多 因为那时候历经 它没有 这股票不是很高吗 可是我说没有关系 为什么 我的月薪增加 表示我到这公司去面试的时候 这个公司肯定我 然后我到第二年的时候 薪水就大幅度往上增加 第二年基本上就追上我台积电的薪水了 到了第三年就超越了 因为你本身的工作的范畴跟能力 我刚讲了 我是看我在履历表上面 我到底有没有每年增加 我没有增加的技能 因为这也是 我觉得有时候 跟对人360行哪一行最好 跟对人这行最好 包含身边的朋友 我觉得圈子很重要 我觉得既然那时候 因为增大气炎 他非常多这些大老板们 这些大老板们给我很多的概念 我都把它写在我自己的笔记上面 他们都说 你千万不要做一个非常努力 但是都是一些 所谓无效率的努力 或是平庸式的努力 你最简单的方式 要每一天都是看你的履历表 尤其在十年经过的过程当中 看起来很漫长 但是很快 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你要看你的履历表 倒是时隔一年还是一个十年 如果是时隔一年的话 就每一年的履历表都一样 对不对 就拼命做都做一样 但如果是一个十年的话 而且你一直被别人认可的话 那个履历 其实代表是能力 所以那个时候 不管是面试也好 或者是我在转换工作也好 其实我真正看待的是 履历为先 薪资为后 因为我相信 如果能力基本上 跟履历并驾齐驱上来的话 薪资其实是一个附加的产品 所以这才是我换公司的逻辑 可是好哥 你的个性是对于说 别人先公司有指派任何一个新的任务 或者是叫你做什么 你是always说yes吗 几乎是 对 可是问题是 我也会被挑战一件事情 因为我也是大部分都会说好 因为我有点阿戏 对 就会觉得要 我很喜欢达成我老板对我的期待 对 那种感觉很好 可是问题是 很多粉丝会跟我说 那可是问题是 你越会做就都会越叫你做 然后到最后你就会做到死 你做到不能下班 然后你隔壁的阿猫阿狗都已经下班了 然后你就会觉得心理不平衡 那请问一下 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个 就是说 当你越来越会做的时候 你也越来越能做的时候 你也就越常在做 对 那你内心不会有一个小剧场 就是说 为什么又是我 有什么是我 对 都是我 对 然后还有 当你越能干的时候 公司越大的出包 越会叫好序列 拜托你了 对 因为叫隔壁的好不好 他不会好的啦 因为他去了之后 等于主管就会很累 也没办法完成啊 对不对 对 那你怎么面对 就是你一天到晚要帮忙擦屁股 帮忙去接任务 然后这一种的情况 就劳逸超不均的 好 这个其实要分三个阶段来讲 第一个阶段呢 就刚刚好讲一下 我们刚讲 都没有讲黑暗面跟跌倒面 第一个就是跌倒面 我那时候记得 我到台积电第二年的时候 就差不多忧郁症 很好 我跟你讲 听到这一段 我们舒坦了很多 真的 因为他前面实在太成功了 对 我们听到他开始有忧郁症之后 我们就会觉得 从神佛降到人间 我为什么会有忧郁症 而且我自己都没发现 是 我大概差不多那时候 在第二年吧 去台积电第二年到第三年的时候 那时候从好像足科 然后到南科 我就到处跑 然后那个时候任务非常非常多 然后有一天经过 我们在台积电五厂 我还记得是五厂旁边 有我们一个心理伤势 然后那个秘书 不是秘书姐姐 护士姐姐跟我很熟 因为我以前做专案 然后他们里面有一个老板 也是要去参与专案的 所以我就常常跟他 他又是护士 然后又兼一些行政工作 我们就很熟 他有一天突然看到 我说血练怎么变胖了 我说可能吃太多 他说不对 你眼神都不对 他说你最近睡眠是不是有问题 他一问我之后 我就停下 他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你两眼都浮肿 都抛抛的 而且你脸基本上不是胖 是看起来的痘痘 还有旁边粉刺都变很多 他说你看起来基本上 就是睡眠有问题 我说对 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说不太准 应该有几个月的 每天大概只到 睡眠差不多十一二点 开始睡 躺到床上 一两点就醒过来了 然后我觉得他那时候也很可爱 他也没有跟我讲什么回事 他说这样子 我帮他安排一下 我这个很好的心理智商事朋友 跟你聊聊好不好 他是后来才跟我讲 说这个基本上是优异症前兆 我说好啊 然后将近花了差不多 一个月到两个月 跟着心理智商事聊 那心理智商事也很好 一个那好像新竹 忘记哪家医院的心理医师 他就每次都听我讲 没听过一开始是给我一些药 我一吃完那个药就很舒服 为什么可以睡觉 我猜应该是就可以睡觉 因为后来他跟我讲 史蒂诺斯之类的 他说你不能睡觉 其他都假的 就是你会越来越糟 然后聊了一两个月之后 慢慢慢慢 我自己就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了 因为他本来一开始 在跟我聊的过程当中 我很怕他会给我说教 你知道吗 他完全没有说教 然后包含我的问题说出来 连解方都是我自己说的 我讲一下这个过程 是怎么样做出来 就包含刚刚大米 跟我讲的那一段 就老者多能跟能者多老 还有老者过老 对 这个就是一个老 然后不能者多爽 对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我才刚进去不到一两年 而且我每一年评比都第一名 你知道吗 第一名是很可怕的枷锁 就是你要维持那个第一名光环 第一名又稀缺 所以一开始老板只要交办给我事情 我轻轻松松就完成 一轻轻松松完成都不交给 你交给谁 对不对 当然 所以一开始是白天工作 我谁白天工作上班时间工作 但交的越多之后 记得老板不知道你有多忙 他只知道你可以完成 但你当你不能完成的时候 你就从白天上班时间 变成需要加班了 没错 然后当你从白天需要加班 还可以完成的时候 老板也不是在你旁边 看你有没有加班 他只看你完成就好 我们那时候不停加班单 对不对 他觉得你还可以完成 再塞东西给你 持续不断塞给你的时候 你就会从白天到加班 到开始影响睡眠了 等到开始影响睡眠之后 这就是我常讲说 每一个人的产能 他基本上都是有限的 你没有让产能有冗余 就是休息的时候 他一定会走下坡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开始出错了 为什么 因为你精神不济 数字也不对了 公司也拉错了 做了个format 还歪歪牛牛 老板给你交断什么 你还丢三落四的 这时候老板也不知道 你有多忙 他只知道你开始变差了 一旦开始变差 就开始指责你 奇怪你最近怎么回事 怎么常出错 是不是越来越不行了 就类似这样的话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本来只是做事类的 做事类还不会影响睡眠 但开始这些所谓影响你原来 绩效的话留在脑袋里面 那个麻烦就大了 就躺在床上的时候 你不仅想事 还想着老板的批评 这个批评就是我常说的 别人基本上批评只是一时 但真正批评自己的 都是自己心中的声音 你会一直一直 所以就变成恶性循环了 所以恶性循环到最后 常常就惊醒 为什么 因为睡觉睡到一半之后 突然发现 是我老板交办 我事情没有做完 就被惊醒 持续不断惊醒之后 你脑袋里就是睡的时候 你也在想工作事情 就越来越糟 越来越糟 所以后来经过一两个月 大概一个多月 回把这样的东西 跟医生諮商师讲清楚之后 后来心理諮商师说 那你觉得该怎么办 他问我 我觉得该怎么办 就是能者多劳的这种情况 我说我好像应该跟老板聊聊看 但是我那时候说了 可是如果跟老板聊的话 会不会让老板觉得我能力很差 对 或者是就是会觉得 印象开始变不好 变不好 对 我就说 然后他说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那个智商师实在很厉害 他从来没有给我答案过 你知道吗 那你觉得呢 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你会怎么样 我说继续下去可能会挂掉 我说他说那如果挂掉之后呢 那如果挂掉之后 他不用说我擦不擦 我也挂了 我说那代表一件事情 我那时候记得好像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这样子好像对我自己而言 是一种杀鸡取卵的感觉 对 对不对 我说好吧 那我找了时间去跟我老板讲 我说医生这样可以吗 你自己觉得好就好 反正这个无伤大牙 要么就是你自己挂掉 你刚说的嘛 要么就是老板觉得你不好 这两害相权取其轻嘛 对 后来就去跟我老板讲这一段 他都不知道我去跟这智商师讲 是吧 所以通常我们恐惧的这件事情 从来不是恐惧本身 而是我们把恐惧放大的情绪 所以当我跟老板一讲完之后 老板说 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么忙 你早说嘛 要是你挂掉和我找谁去帮我帮忙 我老板后来跟我关系非常好 他常常跟我聊这种东西 他说老板不会知道属下有多忙 你要常常跟我说 你不要只跟我汇报事情 你要跟我汇报情绪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坦白讲 有好的情绪 有好的健康 才有好的成果 所以其实那一个经验 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体会 就是我们讲说 我们看待一个人 后来我读了一本书 叫无限赛局 赛里面西奈克讲 我们不要把人当成机器 我们要全人观点 他除了在工作面前 这个角度之外 你要知道他后面经历了什么 要不然基本上 我们忽略掉 人跟机器是不一样的 他呈现在你面前 只是一部分而已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后来我在做 类似这样的工作的时候 我都会跟老板说清楚 讲明白 什么东西呢 我说两件事情 包括我跟我的员工 也是这样讲 我说你不要跟老板说不要 因为没有任何人想要说 拒绝工作这件事情 但是你可以跟老板谈排序 什么叫排序呢 这是我后来 我跟我老板之间的沟通 也教我自己的属下 我说我也不喜欢 我交办给你事情的时候 你说 我说不要这件事情 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譬如 譬如举个例子 今天大米老板交办给我说 学你把这两件事情 希望在年底之前 月底之前做出来 然后我就说 老板你看一下 这两件事情 我看了一下 我现在目前在这个月 大概所有的行程 都已经塞满了 如果说要把这两件事情 放进去的话 我也没有机会 把另外这两件事情 稍微往后挪挪 这叫做排序 先听我讲一下 一个叫把时间往后挪挪 争取时间资源 如果老板说不行 都要做 那如果都要做 老板 可不可以再给我 这个Jerry跟Johnson 过来帮我忙一下 因为这 如果很急的话 另外两个工作 我觉得他们能够帮我 稍微分担一下 这个部分 我来负责跟他们做协调 你看行不行 所以另外可以争取 人力资源 不管争取时间资源 跟人力资源 掌握权都在我们 老板给不给是他的事情 我们要不要是我们的事情 你课题分离的好清楚 就是那个心理智商 是跟我讲的 他说如果你不要 那是你的问题 对不对 这就是现在目前 你会来找我智商的原因 因为你想自己全部包揽 所以我说有的时候 你碰到一些重大的事件 它是一个礼物 重点来了 很多人说 那 好哥 你讲这个是有良心的老板 对不对 如果没有良心老板 又不给你时间 又不给你人力怎么办 我说你还有一个选择 你就离开这个老板 那可能说 好哥 如果没有办法离开老板 我说那你就自己死活生的干 所以你到时候像我一样 到底生命重要 还是你要继续延续重要 所以这个东西 坦白讲 你只有经历过之后 你才知道 你的选择该做如何选择 你永远有选择权 好哥我发现你在给建议的时候 其实你大部分的时候 都不是去给一个非常肯定 而是去跟他说 那你现在这个选择权 你去试了之后会怎样 对 所以我觉得你在那个 沟通上面的时候 其实也是很像心理师 其实你有点像水 我就是告诉你这个渠道 你可以往前走 其实大明一讲这一段 我觉得你真的很贴心 看得很清楚 因为后来为什么 我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就发觉包含那次也好 就是那个心理智商是给我也好 然后后来包含我到 这个大陆去工作的时候 碰到非常多的中小企业企业组 我觉得真正好的老板 或真正好的几些 我们讲说导师 其实他不会给你一个 非常明确的答案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真的 而且他也不知道 你背后经历了什么东西 就像如果那天心理智商 是跟我讲说 你就是跟你老板讲好了 他不知道我心里的苦楚 什么地方 我才刚工作一两年 而且希望迅速能够赚钱 对不对 你就要去跟老板讲 如果心理压这么大 我说不定到时候 就立刻就崩坏了 所以后来 最近刚刚好 也碰到一本 我非常喜欢的书记 《易如既往》 他说班杰明·富兰克林讲说 人们通常依循的都只是建议 不是建议 而是诱因 所以不要说之以理 而诱之以利 人们通常想要改变 都是自己心里想要改变 才能改变 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说这些心理智商 是叫我去做什么 我一定会非常痛苦 你不会 而且你会觉得 你的timing点还没到 他就突然告诉你说 你去做 你会觉得 又是一个人在派任务给你 而且压力更大 对不对 又是另外一个建议过来 可是当我自己想去做的时候 那感觉不一样 是我想 没错 而我去想的时候 是我衡量过后 那是我的选择 那是我的选择的时候 我去做起来 第一个 我会比较舒坦 所以回过头来 每次别人跟我讲说 好哥 我该怎么选择的时候 我只会问他说 如果你不做这个选择 你还有哪些选择 对不对 你不要给自己两个选择 给个三个选择 给个四个选择 还有很多条路 当你有很多条路在面前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比较宽裕 一般很多 最常听到一句话说 我没得选择 我说没得选择 也是一种选择 没得选择是 你还没有看其他的选择 你就说我只能这样选择 所以 这个东西 也就是我常讲的 就是悲观人永远正确 乐观人永远前行 因为悲观人就是常讲说 我没办法 没办法 你就不会找办法 不会找办法 你就发现 真的没办法 所以你就自洽说 哎呀 你看 我多对 我真的 真的没办法 可是回过头来 如果你是个乐观人的话 他常常会想说 我还没有其他的办法 好哥 我觉得啊 因为你的人生很丰富 可是啊 我一定要赶快 就是切入一个 我觉得 大家会很想知道 那也是当时 我自己 觉得 嗯 就是落差跟冲突度很大 就是说 好哥 你曾经有到年薪有千万吗 对 那第一个 我们比较世俗的一点 我们想要知道一下 年薪千万的感觉是怎么样 可以告诉我们这些 辛苦的上班族 有一天 如果当我年薪千万的时候 感觉爽不爽 对 是过怎么样的日子 我吃东西 我再也不用看吊牌 什么之类的 这个东西很有趣 刚刚好最近呢 我就看 还是 我自己还会常看一些理财的书 对 尤其最近看了一本 这个天下文化的巨人思维 巨人节在说 他说 其中一段很有趣 他有一天 这个我操盘 操盘之后 就是当天 好像早上还下午 操盘完毕之后 亏了三千万 三千万 心脏快麻痹 然后他老婆问他说 你今天怎么样 快三千万 那我们吃午饭吧 就吃饭 然后下午要带小孩去玩 他说每次在说这一段的时候 我把这段故事 就他啦 说这段故事给别人听 你怎么办 把心脏这么强 他说如果你很清楚 整个投资 是一个长期的期望值的话 你持续不断的练习 跟看盘 跟覆盘 最重要的关键 你就是知道 那个起起伏伏叫必然 那个起起伏伏叫必然 所以回过头来 你不会因为你的涨 而改变你的消费方式 你也不会因为你的跌 去变得非常拮据 这件事情呢 才是致富之道 所以回过头来 大家去看一下 不管说是巨人 这个思维也好 或查理芒格 或巴菲特也好 你看他们 基本上这一辈子 都穿着灰色西装 所以问我说 千万什么感觉 第一个很爽 为什么看到那个数字 我那时候最爽的感觉是 如果说我一年赚一百万的话 我现在一年赚一千万 我可以在做了一年之后 有九年 我可以有自己选择时间的权利 所以我其实在 那个时候呢 看到千万的时候 一个最大的感受是 我就是要压缩 我拿我自己的时间 去赚钱的这个时间 而让我将来有机会 用钱去赚钱 而回过头来掌握 自己对生命的选择权 那可是你在年轻千万人的时候 你并没有因此 在物质上面做过迷失吗 完全没有 哇你真的了不起耶 这个其实不是了不起 这基本上是一种 对叫做财富或金钱的 不安全感 因为我们 因为我讲了嘛 我们家里基本上 因为爸很快就离开 而我妈呢 因为父亲离开的关系 他开始做手工 然后开始去做幼稚园老师 然后在我们教会 做这个特殊教育老师 其实我觉得节俭本身 是一种习惯 是一种生活方式 就像后来 我不会去叫我妈说 你一定要花很多的钱 她已经习惯了 然后每一个习惯 在养成之后 你才有办法 把多赚的钱 能够存下来 所以人家常常问我说 好哥怎么样 才能够累积财富 我说累积财富最简单的概念 就是维持你的消费习惯 而持续不断增加你的收入 两句话 维持你的消费习惯 而持续不断增加你的收入 而持续增加收入 你又维持你的习惯的时候 你多存下来的钱 才是你的 所以为什么 支付心态里面有一段话 我觉得写的特别好 他一开始 就讲了一个 在加油站工作的罗纳德 罗纳德基本上 就是一个加油站的工人 工作人员 然后一辈子 基本上就喜欢砍财当娱乐 可是当他过世的时候 竟然发现在他存着里面 有800万美元 后来把200万 留给他的亲朋好友之后 把600万捐出去了 800万美元 坦白讲对他而言的话 他每一天最开心的 就是做他的砍财这件事情而已 他就做对了一件事情 就跟着波克夏海森威去投资 然后其他赚的这些钱 就放在里面 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 是因为在支付心态 摩根浩斯特别说 他真正的有钱人 你是看不到的 因为他都在他的账户里面 而你看到这些 看起来衣着光鲜的人 就会落入到个迷思里面 就是我们常常讲 钱没有变不见 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对 但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你真正喜欢吗 这个东西是question mark 为什么 你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而这些样子的外在 不管是衣着光鲜亮丽 或车子也好 他没有办法帮你创造财富 真正能够创造财富 是你累积下来的金钱 它是被动收入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你如果买的是消费品 坦白讲买了就没了 但如果买的是资产 就像富爸爸穷爸爸里面说的 你买一栋房子 如果今天出租出去的话 是被动收入 你买了ETF 它有配息的话 每一年帮你创造被动收入 你买类似这样的所谓 可以创造被动收入的财富的时候 别人不见得看得到 但是对你而言的话 你就拿回生命跟时间的主控权 还有你的心理财富在增加 还有你的心理安全感 以及你对于生命的掌握度 就是你有一天 有人任何人跟你说 你那个我要fire你 我要怎么样之类的 你内心都会想说 你买没的一件 对啊 你这样说 我很高兴 你知道吗 我记得那个时候 别人跟我讲说 好哥 你一个月现在花钱花多少 我说你如果真问我的话 我大概一个月到目前为止 大概差不多也是花1万到2万块左右 真的 那个是美金技价 你问我说 比如说像这个喝咖啡 我不是说我喝不起 我也不是说我不想喝 我知道你喝得起 对 就是你会觉得说 哎呀 这个你喝这个你也很开心 yes 你很开心 就像那天去上这个 我不是说荡生啊 就是包含我们在买西装 那天我不知道上什么电视节目 后来刚好我穿西装嘛 我说你如果不接 这可以录音 可以这个聊一下吗 这好可以啊 我说好 你猜猜好哥这西装多少钱 他说1万2 我说1万2 你觉得贵还便宜 他一般般吧 我说这套西装 跑到西装 跑到西装裤 加起来2000块 他说怎么可能 我说你知道吗 现在目前 好哥住401夜市旁边 这西装质量又好 然后就是品质又棒 然后又实惠 而且2000块钱 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你如果真正觉得 想要换的话 可以当消耗品一样 最重要的是 我每一年 大概买个一两套 4000块钱换着穿 非常棒 就质感也好 也不差 最重要关键是 你就把自己 穿得很舒服就好了 对不对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以前我记得 我曾经听过樊登说 他说人基本上 会觉得过得很自在 他自尊体系很强大 而不是活在别人的嘴巴里 跟活在别人的期待里面 你活在别人的嘴巴 跟期待你永远活不完 可是这件事情 也是我们自己要去体会的 没有办法有人教你 而刚刚好 就是因为好哥 自己本身在小的时候 因为经济非常拮据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 能够存下来 能够累积下来才是我的 所以长此以往之后 我说理的财 从来不是理财 理财基本上跟减肥一样 我说减肥 减的从来不是肥 减的是习惯 理财理的从来不是财 理的是心 所以当你把心 基本上搞定了 习惯搞定了 很多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不会受到外面的影响了 我觉得这个才是 基本上你可以很自在的关键 我非常认同好哥说的 因为以前我在薪水三万多的时候 因为我在媒体圈当工作 那你就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还有再来就是你的心很脆弱 自尊心很低 所以你会觉得同事们大家都拿名牌 我觉得我也必须要这样 才看起来比较像是 第二看起来会觉得自己比较像 踏入了上流的世界 但是却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当你这么愚蠢的想的时候 你并不知道说 如果假设一个上流世界 是三万多块这个门槛就可以踏入 那这个世界不上流 没错 对 然后但是你却踏入了穷困的门 你没有踏入上流的门 但你开始踏入穷困的门 然后你的薪资追不上你的欲望 跟追不上你心中的体面 可是等到后来我变成黄大名之后 我的收入当然是好很多 可是事实上我整个物质是缩减的 因为我觉得我就一直提着的皮包 就好了 然后别人在乎的也不是说 我今天穿了什么名牌 而是我今天我的言语 还有我做了什么事情 对对对 其实一个人不喜欢你 或感觉你什么的 其实到最后都是因为你的大脑 你吐出来的东西 跟你的行为做了什么事情 让他感动 你的所有的表象的物质 其实是没有办法深刻的打动人的 没错 但是呢 即便我们已经谈到这里的时候 我还是要走回一件事情 就是好哥曾经呢 放下这个年薪千万 到底有多茫然 还有我知道当时的你是 因为身体出状况 如果再继续撞下去 隔壁的老王会娶走你的太太 对对对 然后呢 真的很好笑 真的夸张 对所以你不想要有那么多 那个所谓的遗产给隔壁的老王 对啊真笑 探家子也好能可以享受 当你太太去改嫁 对对对 那我请问一下 你决定做家庭主妇的时候 那时候你的心情大概是怎么样 我那时候心情当然其实 其实应该认真讲 其实考虑蛮久的 因为说句老实话舍不得 舍不得啊 对舍不得 其实不是自己舍不得而已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其实不是自己舍不得 是怕别人 就是我们还是活在别人的观感 会会会会 我不要讲其他的 包含我记得那时候回来之后 回到我第一个老板 就是台积电老板 他家里面去跟他去聊天 他说你神经病啊 你放弃了千万年回来干嘛 你知道 因为他就是 就是跟他老婆两个 他没小孩 我说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呢 你一天到晚都跟你老婆在一起 你从来没有离开家过 你怎么能够体会我离开家五年的时间 没有跟我老婆在一块 没有去看我妈 没有看小儿 他说你这样讲的也对 我说老板 你不是常跟我讲说 家庭关系很重要吗 这时候怎么又跟我谈钱了 他说钱也是蛮重要 我说对啊 我已经赚五年了 我说本来那时候跟你聊 我只要赚两年的 我就是后来放不下 又多做了三年 那现在命都快没了 他说你什么叫命快没 他不知道我身体不好 你知道 后来我把影印的 就是健康报告 看着 那健康重要 健康重要 所以其实 不要说 类似我老板 身旁周遭 不含家人 我那时候其实最担心是家人 因为毕竟我们那时候还年轻 才三十多岁到四十出头 还在拼的过程当中 天啊 三十多到四十出头 我就会年薪千万 我应该要站起来录影 我表达我的尊敬 不敢不敢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运气 我觉得后来真的是运气 后来我就跟我自己老婆说 我说 我当然可以再多住个几年 但多住个几年 我后来想了一下 它不是因为身体的关系而已 因为刚好那时候小孩 纷纷都已经要从国小到国中了 我说再几年之后 小孩再大了之后 他不见面鸟我了 你知道 我说这样好了 你也这么忙 然后我身体基本上也不好 我干脆回来 先休息一两年 然后休息一两年 反正我是能力基本上也不差 等到一两年之后身体比较好一点 我们如果真的有机会 再举家去工作也可以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并不是说壮尸断碗 就只有这个选择 我只是先让自己有这个选择 因为你从来没有这个选择之后 你也不知道选择会变怎么样 真的 我就只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已 所以从来没有想到过说 哎呀 回来做家庭祝福 我那时候是真的想要一年都不干活 你知道 我那时候跟我老婆讲说 我接下来一年都不要干活 你累了 对累了 那真的太累了 为什么讲太累呢 我那个时候大概五年的时间 你看大陆我跑了148个城市 五年跑了148个城市 而且那五年呢 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 我都在住酒店 包含那时候 我提的这个行李箱的时候 我是蒙古人嘛 我家是在这个叉哈尔蒙古 然后我丈母娘都说 你这个过程 五年真的蛮像是标准的蒙古人 逐水草而居 我说对对对 我就是个高级游牧民族 就到处这样跑 所以很多时候我半夜起来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理解 然后包含这个起来 这个饭店要去上厕所 常常撞到墙壁 因为忘记昨天的饭店 跟今天饭店不一样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我就跟我老婆讲说不行 我先要休息个一年 一方面呢 不是只有身体不好 要陪伴家人而已 我总觉得自己太累了 可是说句老实话 想象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人家问我说好 那这样子你回来之后 你现在很习惯吗 我做个鬼类 我第二天就后悔了 我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记得是2012年的7月31号 到就是直直回到家里面 所有东西搬回来 其实我搬回来很简单 就两个皮箱而已 我8月1号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发觉我的黑莓机不见了 黑莓机象征 我们真的说银行业的 这个叫做地位 一个身份地位一个象征 那不见了 只要是看看我的这个手机 完全一封mail都没有 你突然觉得很空虚 你知道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后来我常跟别人讲说 如果没有这个空虚的过程的话 我不会这么渴望 去找各个不同的朋友 不会渴望去参与各个不同 你从来没有参与过的活动 这就是很多人跟我讲说 他一辈子都期待着 工作结束之后的退休生活 我说你要想清楚 很可怕 那是很可怕的 很可怕 因为我也经历过 对 如果你从来不知道 在公司里面是别人赋予你工作 你是被动接受工作 你是不会掌控时间的 当有一天 有一天你时间是完全由你掌控的时候 乱七八糟 你会乱七八糟 所以其实这一段经验呢 也是后来我在写 这支付觉察里面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什么叫退休 如果你找到你自己喜欢的工作的话 你根本不要谈退休 你就做就对了 通常我们讲退休 它的底层逻辑就是 你不喜欢你做的事情 对 你才会期待退休 可是重点来了 如果你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却又没有找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有一天你把不喜欢的事情拿掉之后 你留下的是一片的空白 跟难以自处的时间 这件事情呢 也就是我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很喜欢纳瓦尔那本书 它退休就是不为想象的明天 牺牲今天 尤其今天是我们余生最年轻的一天 今天就算你再忙 工作再复杂 塞得再满 你都要留个五分钟十分钟 开始去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多人说很难 我说绝对不难 要不然大家想想看 就算半夜你想要睡觉的时候 十一点半 洗个澡 躺在床上 泪得跟鬼一样 你还是有机会 再想要关灯那一刹那 把手伸回来 然后想把手机打开 享受一下片刻的宁静 看个三分钟短视频 然后一不小心一看 从十一点半看到十二点半 一个小时不见了 所以其实时间永远是 我们可以掌控的东西 只是我们习惯把我们时间交付给别人 如此而已 可是那时候 你开始当家庭主妇的时候 其实去图书馆这一段 真的是非常的妙 对 如果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人生所有的逆境贵人 他会出现在你的周遭 然后当时你就遇到你的逆境贵人 对 我那时候是 我刚讲嘛 是第二天 八月一号就后悔了 所以还好 大概过两个礼拜之后 小朋友这个暑期辅导课 然后我大女儿呢 那时候四年级 小女儿是一年级 然后他们去上暑期辅导课 小女儿是两点半下课 然后大女儿三点半 那我去 这个接小女儿的时候 还剩下一个小的时间 然后我想说 就到图书馆 陪小女儿写一下作业好了 对不对 然后我进去图书馆的时候 好开心的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这个家长 都在图书馆里面 可能都有姐姐哥哥 都在图书馆里陪小孩写作业 我开心什么呢 开心所有的家长 全都是女的 全都是妈妈 我不是因为看到妈妈很开心 是因为我自己是个男的 觉得自己选择权很棒 身为一个爸爸 很独特 很独特 可以在望红丛中一点绿 所以那时候 看着自己 然后陪着这个女儿 就是自己回来是回来对了 那我说嘛 就是 所以就在我这觉得 洋洋得意的时候 隔壁就有个妈妈 在教他自己儿子数学 这个就很小声的骂他儿子 小兔仔子 37.21 教了几遍呢 你非要写38.24 你再不过好好努力的话 长大之后就只能像隔壁 这个爸爸妈妈在家带小孩 妈妈说讲的好小声 你没听得好清楚 你知道吗 那一下子一句话 基本上就把我这原来 很开心的心情 把它打到谷底 但是后来我才敢说这一段 其实当天回去 心情超差 还好我有写这个文章的习惯 因为写文章对我而言 是个非常重要的书发 从大学一直到工作 尤其在大陆的时候 我几乎每天写 因为毕竟碰到的 杂七杂八事情很多 我就写 我说这个妈妈 说话基本上 也太不知道检点了 他如果说基本上换个角度说话多好 要不然他这样一说的话 事实上伤害了三个人 一个就是旁边 非常开心又可爱的爸爸 正在陪着女儿 在那边读书的时候 突然被你一刀砍过来 对不对 另外他没想过吗 他事实上也砍他的儿子 他儿子也是个男的 难不成他等于间接告诉一个 非常重要的价值观 就当他长大之后 不管你有没有功成名就 回来不要陪小孩 只要回来陪小孩 他就是没出息的爸爸 第三个砍的是他自己 妈妈 不管如何 他能够在这边陪伴你 就是一个伟大的角色 我说如果这个妈妈 能够稍微换个角色的话 或换个说法 说这小兔宰子 要好好读书 成绩好一点 将来才能像隔壁这个爸爸 风流天堂 一句潇洒 还知道回家陪小孩多好 对不对 两言一句三冬暖 既对这个爸爸鼓励到了 然后又对这个小孩 基本上灌入了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就是将来你长大之后 功课很好之后 你才能再回家的时候 陪伴小孩 另外一话 也鼓励他自己 身为妈妈陪伴多好 而这件事情 事后这样讲起来 当云淡风轻 其实当时也给自己 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 就是很多事情想象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而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键 其实后续发生了 非常多类似这样的事情 让我开始越来越强大 这个强大原因就是 你开始写一些文章 去鼓励自己 就像这个文章都没有发表了 都在自己的笔记里面 鼓励自己干嘛 鼓励自己说 原来以前看到的 在工作上看到的 跟身为一个家庭主妇 是不一样的 你有主夫 而最重要关键是 因为你当了这样的一个 家庭主妇的角色的时候 你才发现妈妈在家陪伴不容易 从来不是工作 只是工作 任何一个角色 他都有他不容易的价值在 你这时候才会学习尊重 才会学习的 我们讲说站在对方的立场 我们是想同理心 同理心 同理心这件事情 你没有经过的角色 你是没有办法同理的 我觉得很有趣一点 就是说 我那时候听到 好哥这段故事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太精彩 因为太接近人性了 就是说 你知道台湾的社会当中 对于爸爸去照顾小孩的时候 都会说 真的是好男人 会帮忙照顾小孩 讲的好像就是 那个小孩就是只有妈妈的一样 爸爸都是帮忙 就是客人 但是我朋友在英国当教授 他每次下班之后 或是那一天没有课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就去接小孩 我就说 你去接小孩 他说 对啊 我那时候就谈到 有很多这样的时候 其实我是会觉得很开心 可以陪小孩的 好棒 然后我就说 那你去接小孩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那个目光怎么样 他就跟我说 你在说什么 他说英国是一个 很男女平权的国家 太棒了 他说 我会跟一堆爸爸 一起在那边等小孩 然后大家聊天 他说是一堆爸爸 他说 他说 那个整个文化是 你在台湾想的是不一样 所以我很期待说 将来有一天是一堆爸爸 一起去接小孩 或是陪伴小孩 因为如果假设一个性别 他是属于他会觉得 他偶尔回归家庭的 要被崇拜的 那真的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事 那我觉得好哥今天呢 其实分享的非常多 那好哥真的是可以谈上 所谓的致富了 那在他书当中呢 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 叫觉察 也是我觉得好哥的书 跟其他的所谓的理财书 很大的不一样的部分 大部分其他的理财书 谈的是方法论 对 那好哥的书 谈的是维心论 对 那你觉得 可以跟你请教 你觉得在 可请你说 觉察当中 最重要要觉察是什么 其实应该是说 我们常讲说 我们人是一个惯性的动物 活着活着呢 一不小心就活成 我们自己不想要的样子 没错 是社会期待的样子 社会期待的样子 就社会期待这四个字 有很多人说 坦白讲 就是别人希望 我们长成什么样子 我说更直白一点 就是也不能怪自己 因为包含爷爷奶奶 到爸爸妈妈到我们 通常都是四个字的教育方式 叫祖传秘方 对不对 就祖传秘方 教你该怎么就怎么做 所以如果你没有觉察到 你有不一样的选择的时候 你走着走着 基本上到最后 你会发现 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觉察 就是你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为什么我说 在这本书里面 觉察只是开始 开始叫做想要不一样 可是想要不一样 你还要知道 你要哪里找到不一样 所以第二个 基本上你要观察 你要持续不断的看见 包含我们以前小时候 讲说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如果你不喜欢旅行的话 至少多看看书 看看有什么样 不同的生活你想要 这个时候 你想要不一样之后 你还要找到不一样 而找到不一样 从从观察者 你要洞察 洞察比如说 我看小米 大米 你基本上以前的话 是做相关媒体工作 现在基本上 做自媒体 或是好 跟你以前在 一般的公司上班 现在目前的话 做一个所谓的 不管说是出版业者 就是作者也好的话 你不要只羡慕别人的 这个过程 你要多了解 他是怎么走到了 这个过程 就是你要洞察 是看他怎么走到了 现在 一般你只会羡慕别人的 现在 但不知道他是怎么走到 现在你会误判 就像今天大米 在问好哥 这些过程 原来我有经历过 这些低潮 有经历过这些黑暗的时候 如果你真正想要做 这件事情的话 你要从一个非常忙的工作 到一个做自己掌控 自己生命的角色的话 你要知道他没这么容易 不是这么爽的时候 这时候你在做选择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正的做到 所以从想要不一样 到找到不一样 到做到不一样 一开始一个非常重要关键 叫做觉察 然后到观察到洞察 所以说如果说回到刚才 大米在问好哥说 觉察觉察什么事情 我说最简单的 致负这两个字就是答案 致负这两个字 主要的关键 这个负 它不是钱的概念而已 在我书里面 其实它包含四个概念 一个是有钱 一个是有闲 要有赢 要有时间 第三个叫好健康 第四个叫好关键 简单讲 我认为的话 对我个人而言 这四个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说 这四个东西跟负相关 因为负是幸福的福的骨质 我们真的要的 从来不是钱而已 你基本上的话 你要有幸福的感觉 而刚刚好负 上面有宝盖头 宝盖头代表着家 家代表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所以不要忘记 就是你赚了钱之后 就像好哥赚了这么多钱 身体如果不好的话 坦白讲 就算你回到家里面 你也是冰奄奄的 没有办法去扮演好一个 你父亲也好 或儿子也好 跟朋友之间 一个好的角色跟关系 而最重要的关键是 如果你今天忙得跟鬼一样的话 你连挪出时间来 去做陪伴都没有办法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讲说 真正的致富 是有钱有闲 好健康跟好关系之外 其实还回到致富 这关键两个字 我觉得其实大到致简 包含查理蒙格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可以完美的精准的 讲致富这两个关键 他说我们人生最大的幸福 从来不是拥有的多 而是期待的少 所以这个富 其实有两个词 一个叫做富有 一直看自己有 越来越多越好 另外一个是富足 我说有基本上很好 但是有要知道自己够了 当你够了之后 你才会知足 所以如果说以 这本书致富觉察来说 我自己给自己的结论就是 从觉察观察到洞察 也就是想要不一样 然后找到不一样 然后做到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呢 让自己同时拥有 有钱有闲 好健康跟好关系 干嘛 不要跟别人比 跟自己比 从富有到富足 这样的一个生活 我觉得才是觉察的开始 也才是我们真正 基本上活出自己 不要受到别人影响 然后每天都可以很快乐 的一个真正的目的 我觉得今天真的很 谢谢好哥来 然后呢 我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之后 会觉得有一种 抒压的感觉 原来就是所谓的致富呢 就是其实你不要有 过多的欲望 然后对自己 不要有过多的期待 然后一切的东西 是回到你自己的心 当你的心态 如果是觉得富足的时候 你稳住了心 然后稳住了你的身体 然后找回你的时间 其实你的人生 就会觉得非常美满幸福 今天真的很谢谢好哥钱 谢谢 然后我们真的很期待 下一菜可以邀你来 因为可以跟你聊天 我真的觉得 今天整个有一种 赚到的感觉 没有 非常非常开心 今天也让我解锁了 因为想要跟你一起分享 一起共学非常长的时间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上你的节目 可以可以 那也欢迎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资讯栏位当中 有好哥的新书 致富觉察 谢谢 谢谢好哥 谢谢拜拜 拜拜